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說一說 有師兄問我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iPad mini 放在遙控上 其實有什麼應該要注意 還有什麼工具呢 很簡單, 我會說一次 這段影片是為這件事 簡而精 大家的操控都一樣 Mini 2 和Maverick Maverick AI2 都是一樣的 首先 操控是怎樣開呢 按鈕就先關掉 你還未到現場 或者差不多的位置 遙控就不需要 先安裝好 先安裝好 一長一短 遙控就先關掉 先拿一拿信號 現在 它會快一點點 先關掉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拿回 整條線出來 這條線出來 一次過一定要記住 否則你忘記了 會很麻煩的 那控是怎樣安裝呢 這條線 先把這條線 掛著 掛繩 先把這條線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這條線 放進去 這條線 放進去 可以了 然後把這條線 來 先把鋪鋁 抱過來 這邊 抱過來 這樣就已經安裝好了 到這邊 將手放進去 放在中心 不要在這邊 這邊 拿著它 扣來後面 扣來 扣來 不要壓還 這樣 放鬆就好了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不要跌,最重要要小心一點,不要太大力 這樣就不太夠力,要先把這條線收回 信號線收回 OK,收回就行了 這條橡筋要緊一點 不要玩一下脫了一條,脫了一條也不會跌 這樣就安裝好了 進入界面 機器就已經開啟了 至於還有一條繩子 還有一條飛機繩,這條飛機繩是做什麼呢? 這是一個好處 這個扣在這邊是最好的 為什麼我發覺是呢? 這個扣,扣下來之後 扣下來之後 這個扣就已經剛剛好 扣著它,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好處是怎樣呢? 這個飛機可以在中心 移到哪裏,就好像軚盆一樣 你想扣去哪裏 是吧? 還有那個力呢 這個力是很正的 是吧? 它差不多在正中的這個位置 這個力是很平衡的 你一個擺在肚腩,放一放 那部機器就完全扣著了 所以再調長度 這樣玩是最好的 你可以玩的時候,力是很放鬆的 很中心的 它可以擁來擁去的 那這個就是我發現這個問題 那你說用不用都不要緊的 那最好是用吧 不是掉了在地上呢 那你就糟了 那你記得要用這個東西 扣在這裡,扣在中間 這個就是最好的 那什麼帶都不要緊的 便宜貴都不要緊的 沒有限定的 那我先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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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 那這樣 至於呢 它進來的APP之後呢 那它就 這個是140 Version 140 的 這個Filmware 那就簡單 它又易用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那這次呢 我明天就可能要放一下它 試一試它 那其實它備障功能 基本上就已經有了 那當然沒有 新款的2S那麼好 這是坦白的 那另外呢 它還有一個呢 是功能 先拿出來 那你進回 那個 那個 Profile 裡面 跟著呢 進來之後呢 你就按上這一邊 Device Management 這個 那你又看到你的飛機 什麼名字 看到嗎 什麼名字 不同飛機 你的飛行總 公里是多少 因為我一陣子沒有玩它 那樣 幾個 幾個分鐘 玩了 那另外呢 你的飛機呢 落地到現在呢 用了幾個日 那就簡單 易用 還有你兩個 Series number 是用什麼 按著它 這裡呢 你這裡呢 就有沒有買 一個 Repacement DJI Care 你有沒有這個服務 我沒有了 我沒有的 我幾個機都沒有的 那 特殊原因 你買回來 我建議你買 給你多一點 那麼多錢 嗯 對了 小心點玩 不過小心點玩是最重要的 給錢 我想大家都有的 但是 就一定小心點玩 不要用它 最好就 那另外 整個APP 就沒有什麼特別 好 來 好 好